起初他以为柜子里有老鼠 紧接着便上前打算查看一下 然而等他打开一看 里面除了自己平时摆放的书本 其他什么也没有 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于是便关上柜子准备回去睡觉 可刚一转头 柜子里居然又传来了动静 男人被气得够呛 他打开台灯决定这次一定要找个仔细 可万万没想到 翻了半天老鼠没看到 竟然意外让他找到了一箱磁带 这是他大学时期组建乐团留下的 里面的主唱还是他暗恋的学姐 可毕业之后大家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要不是今晚柜子里有动静 他可能还不会想起这段往事 于是为了纪念他逝去的爱情 男人便放弃了只属于他们的磁带 然而正当男人准备拿罐饮料 慢慢聆听的时候 磁带里居然传出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男人被吓得立马关掉了录音机 他不明白里面为什么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 但好在等他拿出来一看 原来只是磁带发生了卡带而已 并且等他处理完后 磁带的声音就恢复了正常 可谁知就在这时 他却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那居然正是乐队里的一个成员打来了 男人开心的不亦乐乎 可紧接着 对方却表示主唱今晚在阳台上吊自杀了 男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吓傻了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因为对方明明长得那么漂亮 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跟主唱表达爱意的机会 一时间 磁带里主唱的声音 竟成了男人唯一的纪念 可让他打死也想不到的是 这时面前的录音机 居然传来了主唱说话的声音 男人被吓得立马想要关掉录音机 可磁带却跟沾了胶水似的黏住了他的手掌 男人被吓得立马想要关掉录音机 再加上这长长的磁带宛如主唱上吊的声音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主唱马上就要带走他了呢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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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